最后要来今天聊什么 今天我们邀请的是政大外教系的黄奎博黄老师 跟观众朋友问个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那当然黄老师来就是要跟我们谈谈国际局势 那国际局势当中最近民进党政府一直说 我们被美国邀请去参加民主峰会 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国际新闻 但是非常奇特的 这个国际新闻在国内的报道量非常非常的低 大家都不知道唐凤去参加了民主峰会讲了什么 那萧美琴去参加民主峰会又谈了什么 这个美凤有约 可是台湾人都不知道这个约会内容是什么 那传出来的消息却是路透社的这一个独家报道 告诉大家说唐凤在民主峰会的视讯画面被消失 被消失的原因是因为这张地图 那这张地图呢 据说是在这个民主峰会的彩排的时候 没有出现在唐凤要演讲的内容 但是呢 在实际上线正式举行会议的时候 地图突然跳了出来 结果呢美国的国务院啊接到了来自于白宫国安会的电话 要求立刻撤掉相关的画面 于是呢唐凤还没开始讲画面就被拉黑了 最后剩下的画面呢是台湾的数位部部长唐凤 这个照片不见了 地图从此就消失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哦 那大家都还在追踪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到底是不是白宫国务院认为这张地图哦 造成了一个中国政策的被挑战 那民进党对这件事情怎么回应呢 民进党说呢 罗志正说这个不会影响台美的实质关系哦 只是拉黑一个画面 下掉一个地图没什么关系 而且呢这件事情本来就是 美国他对于两岸的议题 对于一个中国政策有他自己的框架 那如果我们知道美国有自己的框架 我们为什么要挑战在民主峰会 美国的主场上面去突破他的框架 这是有默契还是我们突袭人家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 因为民进党政府整体来讲 像罗志正这样子比较有国际经验的 其实真的不多 所以你看像刚才唐凤的那一个画面 应该是踩到了美国的红线 这是美国的红线 为什么说是美国的红线呢 因为第一个美国邀请台湾参加他的民主峰会 他其实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气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跟所有109个国家并列在他的名单里面 你说台湾是不是国家 我从总不可能说 你就其他都是国家 其他都是国家 只有台湾是政治实体代表 台湾美国没有讲 没有讲是什么样子的身份 把台湾跟109个列在一起邀请方 好但是有好玩的就是说呢 美国他的这个英文写的方 我刚刚讲就是邀请方 叫做invited participants 所以邀请参与者 所以邀请参与者是不是国家呢 我可以跟你讲109个都是国家 其他都是只有台湾不是 对台湾是不是 特殊待遇 美国他比如说北京去找美国说 你给我解释是不是 美国可以说我没有说这是国家 参与者而已 就是participants参与者吧 那我相信北京一定不高兴 但是呢 美国这样的解释 至少他没有写说countries 然后写写写最后写到台湾 那这也就是所谓 刚刚罗志正讲的一中框架 或一中政策里面的一个 一个那个界限 我们其实跨不过去的 有些是只能做不能说 对 但是我们把人家说出来 而且美国那样子已经是 有点像各自表述了 你说台湾是不是国家 It's your call 你说的算 因为反正我列在里面 但它叫做参与方 对不对 这样就已经等于是 对各方都勉强可以交代了 结果呢 我们现在来的这张图 那我想应该就是踩到了美国 当时应该是再三叮咛台湾说 我请你来 但是请你不要在里面搞什么 一中一台 让我的一中政策不好向北京交代 我觉得美国一定有跟我们这样讲 一定有千交代万交代不行 一定有 我觉得以美国人做事的态度 而且白宫或是国务院知道这样的问题的严重性 所以他们应该是有的 那所以才会被拉黑画面 不然难道是美国因为它的基础建设不好 所以它的4G画面结果突然下钻线 它也跳电 它变电死为爆炸 变电死为爆炸 或是网路不通 所以变黑 不可能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就踩到美国一中政策的红线 那这个东西如果 当然我觉得还是要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真的就是我们政府这边的国际经验不够 然后故意或者说故意把这一个列出来 想说我打个擦边球 试试看 对我就混过去了 到时候擦边球 反正到时候我这张照下来 以后各取所需 我拿这张去 你看我在美国的这个民主峰会是这张照片 台湾中国一边一国 不是很好吗 对民进党这种 梗图又很好做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两种可能都有 当然还有一种第三个可能是比较小的 我还是把它列出来好 就是说美国国务院其实一开始有看过大家的简报 可是忽略掉了这一张 人都会犯错 不过目前的报导 至少就目前的报导来看 报导是说彩排 因为通常这种服务会还是会进行彩排 彩排的时候没有这一张 是在正式上线的会议突然冒出这一张 所以国务院才会大惊世责 对那这个当然也是可能之一 但是因为报导 有可能是国务院自己推卸责任 他彩排有看到 他现在宣称他没看到 说不定 因为我必须讲说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只能从比较可能的这几个条件去推测 但是我个人当然会判断就是说 我们政府想要打擦边球 或者说国际经验不足 美国已经跟你再三叮咛了 不要碰到我一中政策的红线 不要让我跟北京的关系 因为这样子莫名其妙就要去跟他多交代 甚至跟他赔罪等等的 结果我们还是出了这一张图 所以才会有罗志正讲的 这本来就是这样子 那照罗志正的这个说法 就是说呢 他说这个就是本来美国就有他自己的框架 那是呢 我们不要 这个不会影响台美实质的关系 即便做了一个这么样子 大家觉得很离谱的事情 就是会议中被拉黑 这件事情 理论上应该就是在一百多个国家前面丢脸的嘛 就是会议中被拉黑 可是他说没有影响台美实施关系 是说美国人不会生气吗 美国人我觉得啦 以他们的这个平常的做法来讲 一定会跟我们政府严正的关系 甚至要我们政府解释 为什么会这样子 美国人应该会 但是解释完之后呢 下不为例嘛 但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 你说它大嘛 你可以把它吵到很大很大 譬如说已经在挑战美国的一中政策 但是你说小嘛 你可以说 哎呀就是不小心按错一个牛 不小心放错一张图等等的 就带过去了 所以罗志正讲说 不影响台美的实质关系 我想他讲的应该是说 民进党想要通过的莱猪啦 或者说 民进党跟美国要买武器 或者说美国继续口头上 支持台湾的 什么多元的 充满活力的民主 参与国际组织等等等等 这些当然不会影响 但是呢 我想承办的官员 免不了要受到AIT的关切 然后他们就必须要有一个 妥善的回答 那很明显就是因为 让美国觉得不舒服 本来跟你讲说不要这样做了 然后事情 你来就乖乖地发表演讲 然后就结束了 就没想到出了这件事情 而且还被路透社找出来 如果今天是台湾的本地的媒体 可能那个效果还没那么大 路透社的话 那当然看到的人就多了 人家就会注意到 原来美国要请台湾参加 但是美国的一中政策 还是不希望造成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那这样的话等于民进党参加峰会 民主峰会得分 但是呢 画面被拉黑减分 所以一阵一阵之间 我觉得民进党到底有没有剩下的这个正分 我觉得这个很难说了 你觉得利弊得失以现在把事情闹大了 已经闹上国际媒体了 而且这100多个国家可能在当时假设有注意到唐凤正要发表演讲 发现他的画面黑掉 这些国家应该心中也会很疑问 美国到底怎么了 难道真的是基础建设有问题吗 应该是大家不会这么想 所以它反而造成了在国际上面的一个效应 就是大家都知道美国的一中政策没有任何的改变 对 它的一中政策还是跟过去一样 就是我美国可以给你台湾多一点的空间 但是一个中国不能动 一个中国那当然怎么解释不管 但你不要给我搞台湾独立 台湾独立于中国的概念之外的这样一个做法 至少我觉得美国在现在没有看到官方的改变 不过我们看到民进党在最近因为公投的关系 那办了好几百场的这个宣讲 那从苏贞昌以降说的部会首长 都在告诉台湾人民一件事情 不要惹美国人不高兴 不要让美国人生气 所以千万不要反萊豬 你一反萊豬美国人就生气了 那叫我们人民不要惹美国人生气 可是民进党政府自己在惹美国人生气了 对啊 我觉得这个就跟前阵子那个变电所爆炸一样 就是完全是意外的事情 那民进党如果他真的是想要故意擦边球这样混过去 结果马上被眼尖的美国官员抓到 所以后面一定要跟美国再有所交代 但是我还是必须讲了 就是说美国能够邀请民进党政府代表台湾参加民主崩会 我刚一开头讲很大的勇气了 那只是说我们政府可能有点辜负了美国这样的一个勇气 结果把这个整个歪楼掉了 大家现在在讨论说 哎呀参加民主崩会是不是违反了美国的一中政策 本来大家讲的是说 你看美国的民主崩会邀请台湾参加 肯定台湾的民主成就等等等等 现在我相信至少这一两天的讨论 就在原来美国还是打脸台湾 台湾只要一跃线美国马上把它拉回来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这个一得一失之间 可能真的是意料不及 而且像罗智正这样子的算是在民党内 就是比较懂国际的专家 还得告诉大家说美国就是这样 他的两岸政策就是这样 他的一中框架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说再多的抗中保台 其实美国人是没有备数的 而且换句话说 我觉得他的说法也等于就是告诉大家 我民进党的态度就是 只要美国人告诉我说不要做的 我就一定不会做 我不会去冲撞美国人 给我设下那个框架 那这就让我想到什么 这个马英九在当总统的时候 他其实在后面几年就想要去太平岛 因为当时太平岛也是国际仲裁 贝律宾提出来的 希望说你看看这个到底是不是像 中国大陆讲的这样 主权到底是不是都他的等等 当时马总统想去太平岛 但是就是有传说美国人不希望他去 但是马总统在卸任之前还是去了 也就是说美国人还是用他的地区战略角度 想要框住台湾 但是至少我觉得马前总统 他还有一个 他有抵抗 他还抵抗到最后我还是去了 你看吧就是抗美 对 反美 所以才被贴一个反美的标签贴到现在 但是我觉得对中华民国国家利益来讲 这是应该要做的 所以说美猪如果没有开放莱猪这件事情 就是反莱猪公投投这个同一票的话 那大家都说像萧美琴就说 这个美猪会阻碍台美贸易 如果让美猪不能够开放进口的话 会阻碍台美贸易 我不晓得是不是在民主峰会里面讲内容 应该不是啦 因为民主峰会应该主要讲民主的议题 但是呢 萧美琴的这个说法 就是呢 把美猪跟所谓的国际贸易组织 做一个连结这件事情 是现在民进党的主诉求 所以在告诉大家说 如果不开放莱猪的话 不照这个国际标准开放莱猪的话 就代表呢 台湾在这个贸易上跟国际接轨 会发生这个变化 那这样子的一个诉求 跟刚才这件事情 摆在一起 政治的跟经贸的 都要跟猪 都要跟这些事情连结 那对台湾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难操作的一个 我觉得我们可以看一下 上面这一段 就是说 这一段讲到这个是 科学依据的安全容量标准 它这个安全容量标准的定定 就莱克多巴胺残留量的定定 其实是有点惊险的 因为它在这个相关的国际会议里面 是美国在后面力推 因为美国要 就CODES 对 美国要在里面能够让莱克多巴胺 可以留在肉品里面 当做一定的残存量 所以最后美国力推的结果 我记得好像 当然好像是五六十票的 比五六十票这样差 但是赞成可以留下这么多 莱克多巴胺的 大概多了七八票的样子 好像 好像只有两票的差距 反正对一来一回 反正没有差多少票 所以那是美国力推的结果 所以所谓的科学根据 其实也就是一个专家投票 就政治角力 对谁多谁少就这样子而已 而且如果真的科学根据的话 那就不用那么用力的反核四嘛 对不对 当然不是说核四大家科学家都已经研究过它的安全性 有人说如果你莱猪开放进口的话 你吃到莱猪的几率就算是0.001好了 但是你重启核四之后 你被核四的辐射给污染到的几率 应该比吃到莱猪的几率还要低 非常的多 很比买乐透 总讲都还要小 那还有像这个科学根据的话 其实我们还要讲法律 国际贸易法律 其实简单讲就是说 你自己对于认为国家的国情 或者国家安全有疑虑的时候 你在贸易上是可以设置一些限制的 所以莱克多巴胺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看到欧盟讲了多少遍 欧盟就是不要任何莱克多巴胺的残留剂 在欧洲的肉品里面 这么清楚 那欧盟跟美国怎么样呢 欧盟是难道跟美国从此翻脸吗 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难道美国就从此撤军 就不管欧洲人的死活了吗 也没有嘛 所以其实欧盟禁止这些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或者牛有它的道理在 那我们为什么不瞄准那些标准比较高的国家 多去考虑 因为莱克多巴胺的残留量的争议是比较大的 那现在变成说我们好像配合美国的政策 美国要我们进口 含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我们就进口了 当然有人会说 这个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不是同意了这个牛要开放吗 但是这个牛要开放说实在它是有所谓的三管五卡 这样的一种政府的程序 而且一定要标示 再来呢 就是说这个牛而且要三十个月以下的小牛 而且当时是不含那些脊髓 内脏 等等的 所以它是有一些比较严格筛选之后 有限度的进口 美国的含莱剂的牛肉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们国人消费牛肉的量是猪肉的大概五分之一吧 也就是说我们很多人不吃牛肉 不然牛肉吃得少 最主要还是猪肉 包括你的排骨饭 肉包 水饺 或者是肉丸 或太多太多的东西都有了 所以我们对于猪肉的消费量的大 当然影响了我们对于莱克多巴胺剂量 对我们国民安全的判断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特殊的国情 还有我们对于国家国民健康安全的疑虑 当然可以对莱克多巴胺进行限制 所以我觉得那个科学标准那是一回事 还有国际贸易法规 我们当然站得住脚 所以像很多的这些支持莱猪进来的这些朋友 我觉得他们一直说 这个支持莱猪才是支持美国 但是我觉得那所以欧盟就不支持美国了 所以这个逻辑我到现在混乱到现在 后面又说欧盟被处罚了 被惩罚了 对 欧盟被惩罚 但是美国难道没有受伤吗 一样 包括美国当时别的案子 他惩罚了欧盟的像凯什米尔的羊毛 还有一些贵重精品 但是美国消费者倒霉了 更买不到 东西更贵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贸易的制裁或处罚 除非你真的踩到人家痛处 不然的话其实常常会是 这个双方都会有伤害 那更不用讲说像欧盟他这样的这个坚持 其实看到了这个他其实在他的国际上就有了这种食品安全的声誉 他觉得欧洲食品最安全 对大家会这样想 所以台湾其实也应该想一想 因为美猪进来台湾的量 说实在真的不多 我特别看了一下 美猪在去年宣布开放萊猪可以进来台湾之后 美国猪 美国猪不是萊猪 只是美国猪有大概百分之快二十是萊猪 美猪进来台湾的第一个 没有任何标示萊猪的猪肉进来了 也就是我们如果相信官方的说法的话 当从宣布萊猪开放之后 进来的美猪全部都是没有萊猪的 有人说这个是某些官方的主导 因为他柔性劝说这些厂商不要进口便宜的含萊猪的猪肉 因为假如一进来之后 马上就会有媒体来采访 马上就会有保护团体去抗议 然后萊猪就整个黑掉了 所以很好玩 开放从去年8月9月宣布到现在 一年多了 所以是肉品商自己过滤了 要求肉品商 肉品进口商 据说 柔性劝导肉品进口不要进来 那可以永远柔性劝导下去吗 当然不可能 所以然后现在进来的美猪 它其实在台湾的进口猪量大概占第三位 其实第一位要不要领先的是加拿大 有7000多吨 到目前为止 从去年8、9月到现在7000多吨 第二名应该是荷兰 荷兰猪 那所以一样是没有萊克多巴胺的 大概3000多吨 第三名才是美国的大概2200万吨 那加拿大的猪其实它有分萊猪跟非萊猪 但它出口的 它承诺是非萊猪 不是飞过来的猪 是没有萊猪的猪 虽然说加拿大有时候被一些国家验出 你的猪肉怎么含萊克多巴胺 但我想可能是屠宰场的错误或是检验没检验到 但基本上至少加拿大说我不会出口萊克多巴胺猪肉 荷兰是欧盟国家 所以它不会出口萊克多巴胺猪肉 美国呢 它为什么一定要出口萊克多巴胺猪肉到我们这边来 而且美国其实它谈判的技巧是很精心安排的 它其实把日本跟南韩跟台湾三个 有点像是绑在一起 各个击破 它先击破了一个国家之后 它就问其他两个国家 你看你隔壁的都开放了 你怎么还不开放呢 美国透过这些国际同侪的压力 然后透过它在台湾至高无上的影响力 它希望能够让台湾继续进一步开放萊猪 但是我觉得台湾的民众慢慢已经被教育到 就是说我们希望吃的东西添加物越少越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到时候就看1218 12月18号公投 民众是不是有这样子反对萊克多巴胺的自觉 因为如果这个例子一开的话 很可能便宜的美猪就会进来 逐渐取代一些荷兰猪或是加拿大猪 因为这些猪肉进来 它可能会加工做成肉干或者是卤肉 你根本吃不出它们差别的 那在商严商 便宜的东西只要政府说是安全的 我一定会进来 所以可预期的只要萊猪一开放 含萊剂的美猪也会跟着进来 而且可能占比会越来越高 那这个时候台湾的这个食品安全 这个肉类的安全可能又会受到挑战 不过你刚才的前提是说 现在是在公投之前 12月18号的公投之前 用刻意的技术性阻挡的方式 让肉品商不要进 还有萊剂的美猪 那这些议题就不会炒热 感觉好像就算我们开放了也不会来 但这件事情在12月18号以后 假设这个反萊猪公投没有通过的话 很有可能就是完全改观 就是市场法则了 哪一个猪肉便宜管你有萊剂没萊剂 反正商人就是会进 因为那时候就没有所谓的公投的顾虑了 那今天好像有人说这个选举公报上面 还中选会还特别硬了 就是说这个反萊猪公投的结果不论如何 农委会9月7号所公告的 这一个所谓的开放食用萊剂的猪肉 肉品进口这件事情是永远有效 那所以在一党今天开机会说 这不是公投流氓吗 就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投了不要投了 你投完就算你通过了 我的公告还是有效 那当然行政院要赶快跳出来说不会不会 我们会依照公投法 不过到底有没有法律的漏洞可以钻啊 就是我即便公投通过了 可是呢我这个公告还是有效 你看行政院的这个说明书摆明的就是先 等于就是先打你一把掌 然后再按相片对不起啊我刚刚打错了 你怎么可能会你公投如果已经决定是反对任何来剂在猪肉里面的话 那农委会的公告怎么还会有效呢 对啊这是矛盾吧 对所以我看到行政院的发言人讲说 这个其实对农委会的公告没有影响 这只是行政院还要做其他必要之处置 什么叫其他必要之处置 我就开玩笑说难道是蔡英文下台吗 对不对 那不可能这么大的处置嘛 那再来是什么 如果农委会的公告继续有效 那就是萊豬可以继续进口啊 对但是公投已经说不行 这个重大政策的方向人民说不行 好那可能是什么呢 其实政府有很多方式啊 那当然道德劝说是一种 但是万一有人要进来的话 你不能说他违法 你的公告还是有效啊 对所以呢也有可能是什么 政府可能从输入许可证那边下手 我不发许可证 对你可以进来但是我不发 那你进来之后是不是要退回去 那猪肉一来一回 对不对 那猪肉的品质也不好 当然有这些技术性的那种 他就废止那个公告不就好了吗 面子问题嘛 废止很丢脸 对而且他现在公投之前 他就给你讲说对农委会没影响 所以你们不要去投投也是白投 故意这样子嘛 降低投票率 对所以讲这公投流氓真是我觉得 唉真的我不想这样讲这个我们执政的政府 但是如果对公投态度是这样子的话 真是讲他公投流氓还真的不为过 我们来看这则报道 就是美国商会说呢 这个反美株的话会有负面影响 因为台湾就是背弃承诺自然会有后果 自然会有后果 会有什么后果 那可能是对于台美经贸之间的后果嘛 那个场景也是蛮特别的这个场景呢 蔡英文总统特别请了这个美国商会的吃这个美牛汉堡 然后告诉大家你看牛肉可以吃美牛很好 对然后美牛大部分可能都有莱克多巴胺 所以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吃了九年大家都很健康都没问题 就是一个这个宣传以及恐吓兼具的效果 那美国商会说有后果会有什么后果 我先讲这张图片 其实让我想到什么 让我想到陈水扁在当总统的时候 他也开过一个类似 有一个类似的场合 但是是不是总统府办的我忘记了 总之陈水扁去吃美牛 然后吃了之后跟大家说美牛好好吃 他变成是美牛的代言人 那我们台湾农产品呢 我那次没有听他讲到 所以这一次又是在帮美国牛肉 在讲美国汉堡好吃 我们现在告诉大家说美牛可以吃美猪没问题 对那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的政府到底是觉得说 他欠美国多少东西 因为背弃承诺自然有后果 我突然想到1979年的时候 美国好像有背弃过承诺 然后在前几个月 美国在阿富汗好像有背弃过承诺 然后在川普上任的时候 美国背弃过好多承诺 当时流行的话叫做美国退群 对不对 他从很多群 气候变迁 联合国 WHA 人权 然后还有万国邮政联盟 反正他 TPP 他要退一堆东西 背弃美国的承诺 他是美国好吗 对 那台湾背弃美国承诺 台湾这个承诺谁做的 陈水扁做的 因为AIT 新闻都找得到AIT其实认证的 当时是陈水扁答应的 好 那再来 再来谁答应 蔡英文答应 那所以你民进党自然要去处理 所以是民进党自然有后果 不见得是台湾有后果 对 你不要民进党你自己乱做一个决策 然后把整个台湾人民拖下水 说我们跟美国为敌等等 没有啊 像我们留学美国的 我们很多美国的好朋友 AIT我们也很多朋友 但是怎么会说我不接受莱猪 我就跟美国为敌 因为你当初去承诺的时候也没问过大家 对啊 也没沟通过 就突然承诺 突然就这样宣布了 对所以像这样的一种说法 我觉得就是绑架全台湾的人民 让大家觉得好像反对莱猪就是反对美国 其实始作勇者是民进党 是民进党他这样做的 所以我看到这样的一种说法 我觉得这个完全是站在美国的那一方面去 等于是在说服台湾的民众说你们要相信美国 美国东西都是OK的 然后就接受莱猪吧 我觉得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那这些都是拿我们纳税人的钱的 他不是应该拿更高的标准帮我们把关 比较好嘛 特别是我刚刚说过的有欧盟的这个例子在前面的时候 他说这不是食安问题 这是国安问题 我觉得他们执政快变成国安问题了 明明是一个食安的问题被他搞成国安问题 而且还有这个关税问题 这个陈吉仲举的是泰国 说泰国没有开放莱猪之前 还被美国做关税惩罚 所以后果指的是关税的惩罚吗 关税惩罚 那我们就来看 因为谈判 说实在有时候权力的不对等 不是表示弱方就一定会吃亏的 我举个比较远的例子 美国跟沙奥地阿拉伯 大陆叫沙特 70年代80年代在谈的时候 你沙特沙奥地阿拉伯安全 一定要我美国保护 一定要买我武器 可是当美国要原油的时候 沙奥地带着OPEC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就站起来了 你要听我的话 原油价格在我手上 所以大家谈判是看议题的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两边的农产品好了 你说美国他硬要销给我们这么多的猪肉 因为美国在2019年 如果数字没记错的话 美国大概销到台湾了 几乎40亿美元的农产品 包括畜牧业 台湾销到美国多少 6点多亿 换句话说 美国在农产品贸易上 对我们是严重的出操 他是赚我们的钱 所以在谈判上 各位觉得应该谁比较有这个抗拒力 我们应该叫他多买一点我们的农产品 对应该多买一点台湾农产品 还有另外像这些猪肉的问题 为什么会影响关税 因为美国当然就是他给你乱报复 你不进口我的东西 我就报复你这些那些 好 但是台湾难道没有东西可以跟美国谈吗 我们不是讲护国神山 你的晶片 对 你为什么 你报复欧盟就报复 不卖给你晶片 我晶片慢慢做 我就到美国 我就稍微卡一下关 这个其实都是谈判上 本来就会用的东西 美国跟欧盟也是这样 美国跟中国大陆也是这样 美国跟日本 美国跟南韩 多多少少都有这样子 你看到日本跟南韩 不是马上一讲话 双手一摊 放弃抵抵抗 没有 这些国家也是想办法 跟美国 既然这个谈不完 我把这个跟你一起谈 然后大家货在里面交换 然后你拿多一点 我拿少一点 因为日本韩国还是会吃亏 但至少是 人家是这样去努力的 我不像我们政府 如果政府这样做的话 第一个 我们国际谈判不用交了 第二个 政府谁来做都可以 反正美国跟你讲就做了 就举白旗 举白旗 所以我常常讲 请抵抗你一下下 做一下姿态 让我们看你有抵抗 国际谈判一定要这样子 所以我们美国要卡我们的关税 我们有别的东西 美国还是必须要依靠台湾的 当然有人说 你要靠美国的保护 那我们可以试试 要靠美国保护 我们可以试试看 那如果台湾不进莱猪 美国是不是就撤手台湾 也就是说台湾再来有什么事情 美国都不会来 我们可以来试试看 没有问题 这风险会不会很高 风险绝对很低 朱金一说通过的会降低 美国协防台湾国安的意愿 这可能就是经济学家 跟我们念政治的不一样 我看不出来 这个莱猪不过 美国协防台湾的国安意愿 为什么会降低 因为美国跟中国大陆 在角力竞逐的时候 从来他没有考虑 莱猪这件事情 他其实不会 他为什么顾着台湾 美国不都讲吗 台湾因为他的民主人权价值吗 世界的典范吗 他有说台湾是因为进莱猪 我要保护你吗 没有嘛 所以我从美国的官方说法来讲 莱猪从来不是 印太最前线好不好 印太战略最前线 蔡英文讲我们是 站在全世界抵抗中国的最前线 最近这几年改了 叫做我们是全世界 在抵抗这个威权的最前线 说法改 但是美国从来没有讲莱猪 难道他保护他们 不都是我们民主人权价值吗 突然一下原来是因为莱猪吗 台湾原来这么的不堪 如果朱敬仪讲的真的是对的话 那我觉得他应该 因为他也是前政无关 他应该帮助我们跟美国人抗议 原来你看台湾是用莱猪的角度看 是你吃不吃猪肉 对 我的民主人权对你来讲 原来输给莱猪 对 这什么逻辑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都是在事情 这样子讲好像有点羞辱美国人 所以美国人是因为猪肉可以卖给你 所以才保护你 并不是因为你的民主自由人权才保护你 对 好像有点羞辱美国 对啊 那美国人真的是那么低俗不堪吗 对不对 美国人也有蛮高峰亮节的 他有真的是 我真的看过是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政体 然后他就觉得 民主阵线 对 真的有这样的美国人 但是你把美国人讲成都是 就只是卖猪肉的 对 莱猪我刚讲过 美国所有生产的猪据说现在已经不到百分之二十 是使用莱猪 而且这个比例一直在下降中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执着这些莱猪 另外我也必须讲 外交是很多不可能的艺术 也是很多弹性创意的发想 好 美国真的要我买莱猪 我今天看美国有些地方挺我 虽然说我们已经给美国很多投资 买很多武器了 好 美国挺我 我买你美国莱猪我送到其他我的邦交国 当作我的圆外的礼物可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因为既然我们政府规定可以含莱猪 美国说可以含莱猪 好 那两边政府的说法都说这个莱猪是安全的 那我就买来说送给我吃猪肉的邦交国 我们邦交国很多其实经济不是那么好 这又是什么不好 我一样买 美国不是在意说莱猪有没有进到我们嘴巴里 他是我们有拿钱去买莱猪 这是他在意的地方 所以如果买来美国的美猪 甚至是美国的莱猪去进口到邦交国 我觉得不是三赢的局面吗 还可以巩固邦交 台美关系又好 这不是很棒的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像很多的事情 这个民进党其实真的要多努力 多去斡旋 多去协商 多得创意一点 对不要什么创意都在国内的那些政治的这种抹黑啊什么的 但是当这些关系到国家大势的时候 完全美国人说什么就照单全收了 美国人真的对我们很重要 但是有些事情我们还是要先商量商量看看 让美国知道我们的难处 而且事情不是永远只有那一个解决方法 而且不要扭曲美国人的意思 美国人的意思难道真的是要台湾人吃了莱猪 所以才要协助防守台湾吗 美国人真的有这个意思吗 还是就是民党政府把它加工包装 包装的好像是说如果没有开放莱猪的话 美国就不来协防台湾 我觉得我们可以找跑外交线的记者去问AIT AIT如果他回答说对你们不买莱猪 对你们国安有影响 美国人讲得出这句话 我也佩服美国人 他的高度原来只有这样子 民主人权都不见了 所以我觉得那个都是我们执政的政府 在自己脑补 补到一个反正就让你觉得说 不支持莱猪就对不起美国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操作 其实它就是把所有的选民的想法 把它扣到所谓美中台 这种大的战略架构下面去了 但是说实在 这其实跟美中台的大战略架构 几乎一点关系都没有 它完全就是一个单纯的经贸的议题 而且从美国人的角度 反正我要卖给你这个 我要卖给你那个 我一定是尽力地卖给你 而且美国政府官员 最近我不知道 他们在欧巴马时代还有这个业绩压力 因为欧巴马曾经宣布 他们美国国际对外的国际贸易要翻倍 所以很多的驻外官员都拼命在促销东西 当时是这样子 所以我记得我们的这个外交部长 曾经批评过韩国瑜说 外交官要在帮人家卖东西 卖东产品 有啊 本来就是有啊 而且呢 美国就做过 不要忘记他批评完韩国瑜之后 他就帮巴拉圭去促销巴拉圭牛肉去了 所以我觉得 不要把那事情看到那么大那么严重 这就是一个单纯的贸易纠纷 不要被政治绑架 那不只是萊猪要绑架 这四个公投通通要绑在一起 那高雄市长陈其迈最近的这个公投宣讲 最知名的slogan就是 四个不同意 就是不同意中国并吞台湾 就是说我们的公投是跟中国要不要并吞台湾有关 那如果不是四个不同意的话 中国就要并吞台湾 这就是把萊猪跟国安绑在一起之外 更高层把四个公投都跟国安绑在一起 我第一个想请教的 其实是那个藻礁公投的领先人潘中正老师 他是不是跟中国大陆站在一起 因为他 问陈其迈 是陈其迈讲的 潘老师的护藻礁 他只是反对三阶破坏了这个藻礁的生态 而且我也请教过其他的这些环保的专家 他们说法跟潘老师基本上差不多的 那这一个事情跟中国并吞台湾到底关系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这个理哲学 就是这个逻辑上 其实真的应该要列入国民基本教育 人家也是医生 理工科的 他可能已经大学学了比较久一点 他可能忘记了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四个不同意 就是不同意中国并吞台湾 这个到底是到底这个逻辑在哪里 因为把国安牌打到极致 因为我的脑力其实真的很有限 我的逻辑也是还算普通 逻辑越好其实越不懂 他讲的话 逻辑不好 反而就接受他的话 像我们逻辑还算OK的 其实我不太懂 你不要太动脑 就觉得这好像也蛮顺口的 四个不同意 就是在不同意中国并吞台湾 对 而且有核电厂跟中国大陆并吞台湾 关系又在哪里 我真的不知道 而且核一核二核三 你在那边了 对不对 它是不是已经变成我们抗中保台的一部分 如果是的话 那我的脑洞就是说 那何事来继续加入抗中保台 能源自主啊 能源自主不就是抗中保台的一环吗 对啊 而且在这边之后 至少这一块区域 比较不太可能变成攻击的区域嘛 除非解放军他不要台湾这块地了 所以我觉得到底这四公投 到底跟中国并吞台 到底哪一件有关系啊 大概讲来讲去 又是前面刚刚我们看那一块图 就是反莱猪就是反美 反美就是让中国可以侵略台湾 那如果这个逻辑可以成立的话 那以后我们干脆就美国什么都买 美国什么都买 美国对我们一定就更好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台湾也不需要什么国贸局 去帮我们促销国际贸易 我们也不需要有自己这个把关的机制 干脆就直接跟美国贸易全部 全部就往美国那边送 廉价卖给美国 高价买美国 我们把政府外包给美国好了 美国人会中文还没那么多 对但是就是说 真的啊 我们就干脆就所有都顺着美国的意义就好了 那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执政的政府 应该要有的作为 因为他要有应该是告诉我们说 这些利弊得失 而不是这样子 诉诸情绪 诉诸那种莫名其妙的逻辑 或者诉诸恐吓 让人民相信这个政府的话 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那个可能跟威权政府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可是根据前面几个选举的经验 那打这种国安牌 芒果干牌 抗中牌 都有某种程度的效果 你看蔡英文总统在 这个选举当中很少817万票 那就是抗中牌的发酵 这个效应的扩大 那所以呢 这个公投这样子打的话 到底会不会实质上 真的发挥很多 为了要保护台湾的人上街投票 民进党我觉得他们现在主攻的 这个就是莱猪 因为莱猪才跟美国有关系 但说实在全世界也不是只有美国有莱猪啊 但他不管怎么样 他就把莱猪跟美国绑在一起 他就希望说反正莱猪这个公投 只要大家认定了 反莱猪就是反美 民进党就赢一半了 因为台湾其实不太喜欢听到反美这个词啊 好 那这样的一个想法会不会通过 我觉得1218是一个很难说的 因为现在看起来啦 看起来就是说莱猪这个议题有点冷掉了 虽然说冷掉了 但是呢我觉得说大家并不会把反莱猪跟反美绑在一起 就食安还是食安 国安还是国安 因为这一个太小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把题目变成我们对美国加征30%的关税 这个跟反美就可以绑在一起 很明显 但今天只是 谁会提这种公投啊 对所以没有嘛 那再来只是成千上万项的这个品项里面的猪肉的而且含来剂的猪肉 没有含来剂的猪肉我们已经进来了 本来就开放了 对 一直都有开放 对 所以只是这么多里面的一小项里面的不到20%的含来剂的猪肉 这跟反美扯上关系的话 那我觉得以后如果我以后去做访问学者 我不选美国的话我也反美 对 你呼吸可能都有可能会踩到反美的界限 所以我觉得这个民众应该大部分理智的民众应该知道这不是跟反美有关系 这真的就是食安还有贸易的问题 好非常谢谢黄老师今天我们分析四大公投议题的政策内涵 当然大家可以好好的想想12月18号这四个公投议题要如何的投票 但是如果要把这四个公投议题都跟中国并吞台湾画上等号的话 那真的是在逻辑学上面需要好好的重修一下 那今天非常谢谢黄老师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记得要加入会员 另外呢订阅按赞分享设定提醒收看的小铃铛 谢谢你今天的收看 我们再见